这一首《得慧菩萨的慈训与记同修,调记同友》 这是在民国86年年底 在印尼修院佛堂的同心同德班 我们前人得慧菩萨灵坛所批的圣训 同心同德嘛 我们都是一母之子,一师之徒 也同样是同一前人得慧菩萨的后学 都是同修兄弟姐妹 调记朋友,朋友 大家也是朋友同修的关系 所以要珍惜这份同修的情谊,这份朋友之情啊 暴理想有作为,坦诚对明是非 能知足效颜回,心低下功德素赔 白羊修士啊,这一期的修道士啊 怀抱着理想,大同世界的理想 不是光有理想,我们有行动有作为 坦诚面对修办过程的一切 坦诚面对人生的一切 在坦诚面对当中,也明白是非对错 如果这个理路,这个理路 在坦诚面对当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通达 是理则进,非理则退 而在生活当中,知足常乐 不过效法延回那一份的安平乐道,知足的心啊 才能够认重道员,来修办道 心低下功德素赔 道在低处长,低到无低处方为人上人啊 赶快积极的把握一切可以修可以办的机会 行功利得 欲失败不气馁,擦干泪如风吹 能体会雾迷醉,散是非 难免会有挫折失败啦 但是遇到失败,增加经验啊 这也不是坏事啊 不会一败就涂地了 从那里跌倒,又从那里爬起来 擦干眼泪 这眼泪一下也如风就吹干啊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能够体会修行半道过程当中的一切 都是感恩一切天造就啦 不要再迷恋这虚花假景 不要再醉生梦死了 我们可以展示高飞啦 修半道可以让我们生命有无限的开展啊 认重道远 永相陪 患难与共破崇为 实忏悔变真为 怀慈悲使命辉 修半道认重而道远啊 与道永远不离 永远相陪 大家同修兄弟姐妹 也是患难见真情 患难与共 天下智天下人一起同修共办 共同突破 同心同德 团结一致呢 突破崇为啦 各种的困难 在大家的团结努力 就容易去突破 实时忏悔自己 明辨啊 这个真假是非啊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啊 真假是透定超成 这个能够明辨真伪 背后就是理路的清晰 再来怀着慈悲愿力 发归自己的使命 啊 责任啊 好好的去发挥 精神实至无敢违 反攻内行 敌尘亏 苦心被葬履随 任劳累 度纵归 精神所至今时为开 实至不已 不敢违背自己的愿力啦 力愿了愿行 愿了还乡 反攻内行 诚实的反省自己 敌除尘规 身口意有沾染 就用智慧法水去洗敌 恢复清新的本来面目啦 身口意三叶清净啊 没有沾着 费尽苦心葬履随 什么叫葬履随呢 看看古代的修行者啦 一个残葬 穿着草穴 藏女谁就是行脚天下 走出去世界进来啦 任劳任怨 度纵归家 这是一份的 愿力使命去行慈 去弘法立身 去救度众生 不惧各种的劳累 为众生 来奉献牺牲 无怨无悔 感谢前人老 对我们的喜命 德贵菩萨辞讯 与记同修 调记朋友 宝贵菩萨辞 报立相有座位 坦诚对命是非 能自主消炎灰 心地下功德赎 心地下功德赎赎 于是摆不起泪 擦干泪 擦干泪如风吹 能体会无弥醉 散吃飞 人中道远勇相陪 患难与共破仇畏 是惭悔变真畏 怀自卑是明慧 今曾诗之无岗位 反抗内心地成灰 苦心肥 抢绿碎 人老累 独重归 不理想有座位 坦诚对命是非 能自主消炎灰 心地下功德赎赎 于是摆不起泪 擦干泪如风吹 能体会无弥醉 赞吃飞 人中道远勇相陪 患难与共破仇畏 是惭悔变真畏 怀自卑 怀自卑是明慧 今曾诗之无甘慧 反抗内心地成灰 苦心肥 抢绿碎 人老累 独重归 人中道远勇相陪 患难与共破仇畏 是惭悔变真畏 怀自卑是明慧 今曾诗之无甘慧 今曾诗之无甘慧 万光内心地成灰 苦心肥 抢绿碎 抢绿碎 人老累 独重归 苦心肥 抢绿碎 人老累 独重归 云